如果你有跟進我的英文 Instagram 那些 Instagram Story 我全部都是用我的新的 Panasonic S5 II 拍攝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散景前清後蒙 全部都是真的散景 就不是假的 iPhone 散景 那我怎樣用相機拍攝 Instagram Story 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用這個白色盒子 Action 是其中一個贊助 贊助我來 Laisy Vegas 你的 CS 和現在的 Digital Experience 整個是 Action Simo 基本上就是你駁個 HDMI 進去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的電話看 HDMI 的影像 那這個組用了它很多次 因為我在英文的 Instagram 我用它來拍 Instagram Story 為什麼呢? 因為你平時用電話拍 Instagram Story 是你的電話質素 如果我想用這部全新的 Panasonic S5 II 拍 Instagram Story 原本你就要拍上卡片 然後又要過錄電腦 然後在電腦上上載 但是這個就不用 因為它是可以直接錄下畫面 錄完之後就在電話上直接上載 Instagram 搞定 那真的是很容易用的 有多容易用呢? 首先用這部 MPF 電 上邊夾上一部 iPhone 插回線 接著用 HDMI 接著就起來 打開 App 完成了 不用上淘寶 不...不用用 Wi-Fi 不用有 pair 之類的 直接就錄到電話上 然後就直接在手上上載到哪裡都可以 只用這件東西 用你的電話就可以做Live 就可以用你的相機做Live 用你的相機 質素漂亮很多 你又不用用電腦 就已經可以做Live 就像這位先生一樣 一邊拍片 一邊就用電話去做Live 你看他多辛苦 又要對上兩個畫面 如果用SIMO 就直接把相機的影像去做Live 就搞定了 畫面還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聰明的一個產品 我都沒想過是可以這麼方便 就可以用相機來拍Instagram Story 這個就是SIMO Action SIMO